仙侠句,长月尽明,墨河深处沉睡着一只万年大妖,就是明夜了。 桑九是怎么回事? 般若浮生梦境一念成神,一念成魔,清醒一点不好吗? 与明夜共沉沦可不是好玩的。 详情近在下文,长月尽明,桑九和明夜是怎么回事得从万年前讲起? 诸神未灭,有一介明患上清,那有一战神,就是明夜。 望族公主桑九爱慕明夜英姿,且对明夜有救命之恩。 霸王要求明夜迎娶桑九,以作报答。 战神大婚,青鸾坐驾,漫天飞花。 桑九望向明夜,以为一定会幸福。 神女天欢灭了桑九全族,注定遂了桑九美梦。 为了复仇,桑九入魔道,抽取八千仙人神谷,练就邪物轻视之欲。 明夜与桑九误会重重,未能改变桑九悲惨命运,最终沉眠莫合上万年,以蛟龙真身守护桑九合棒真身。 被尘封的过往,化作浮生般若梦境,汲取明夜力量不断回溯。 黎苏苏被淡台禁带上大船,宁可跳河,也不束手就擒。 救了她的,就是消失了万年的轻视之欲。 这也是桑九与黎苏苏的一段因果。 淡台禁遭到背叛,受了伤,中了毒,效仿黎苏苏跳船求生。 虽然没有另一块轻视之欲救她,但她的运气还不错,被水流冲到了岸上。 黎苏苏捡走淡台禁,同淡台禁和好。 追击者没打算放过她们。 但台禁为了护住黎苏苏,融合了轻视之欲,方才击退了强敌。 黎苏苏苏强行转移轻轻视之欲诅咒,成为轻视之欲新宿主。 但台禁晕晕了过去,并未看见黎苏苏做出的牺牲。 当她醒来的时候,已经对手下保护着。 黎苏苏去了大慌,暂时顾不上人界。 但台禁没了约束,靠妖术当上景国的王,一边大举进攻圣国,一边捕捉妖兽,获得更多妖力。 明夜在漠合不问世事万年,还是被但台禁盯上。 黎苏苏出了大慌,闻讯赶去。 但台禁恼黎苏苏上次不辞而别,一回来就要和她作对。 黎苏苏半点不示弱,回呛了但台禁几句,和但台禁的手下打在一起。 圣国皇子萧领中途加入,成为黎苏苏最强外援。 但台禁对萧领也有点意见,强行进入明夜梦境,与萧领,黎苏苏对着干。 黎苏苏担心明夜引但台禁入魔道,造成生灵涂炭,为了寻得破解之法,便一同入了梦。 在般苏苏浮生的梦境中,但台禁化身明夜,黎苏苏化身桑九,萧领也成了桑九的哥哥桑佑。 明夜是上亲戒战神,朱沙邪魔受了重伤,由神女天欢护送着离开。 桑九引开追兵,救了他们,又治好了明夜的伤。 明夜为了报答,有点不情愿地娶了桑九。 天欢对明夜有很强的占有欲,不喜欢桑九倒也不用勉强,但灭了桑九全族,杀了桑佑就有点过分了。 明夜为了保护桑九,谎称从来没有爱过她,眼角的情人类骗不了人。 桑九没有看到,也就对明夜有了误会,最后入了魔,就想虐明夜。 黎苏苏,但台禁身临其境入梦,看到了桑九和明夜的结局,都该醒醒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